謝謝院長 有關工廠管理輔導法的大理討論 我有幾點意見 第一點是本次的修法理由 本次工廠管理法修正案 主要目的是以專章方式 針對我國農地上4萬家違章工廠 制定出有效的管理輔導機制 由於現在違章工廠面臨登記證 將在明年6月2日到期 屆時未合法化的業者 將無法再進行營業 且農地也有14000公頃工 違章工廠使用 農地破碎問題非常嚴重 而且對當地環境已經做相當的污染 假設不以辣管無法保護環境 為求在經濟發展、居民就業、環保安全等三者起的平衡 確保能有效降低環境污染 兼顧農地農用的情況底下 我們黨團支持做適當的修正 但是這個這麼重要的政策 行政院沒有做好政策評估 蘇院長在今年2月在立法院遍詢的時候 宣誓將修改工廠管理輔導法 向業者掛保證明年6月2日以後 容可繼續營業、輔導、違章、工廠合法化 所以蘇院長已經公開保證 一定這個草案應應可以通過 但是行政院把這個草案送來之前 根本沒有做好相關的政策評估 到底違章的工廠是三萬八千家 四萬五千家還是十三萬家 相關機關資料不全 而且其中到底高污染多少家、中污染多少家、低污染多少家 相關機關講不清楚、說不明白 顯然修法極為倉促 只為兌現政策支票 卻為做精切評估 未來可不可行令人餘利 我們的結論是 這樣子的修法 完全是為了兌現 完全為了兌現 今年2月間 蘇院長站在這裡對大家的政策承諾 完全是政策買票 相關的配套不足 所以國民黨在剛剛的協商裡面 希望加入行政院的督導匯報 好好來做督導 執政黨也不願意 所以國民黨不願意為民進黨做背書 因為這是改革做一半 這個修法完全是為了兌現 蘇貞昌院長的政策出票 國民黨拒絕背書 國民黨拒絕背書 好 謝謝曾委員 下一位請李委員洪軍 不會大臣 未來打工 未來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